好,在这一边呢,我要比较那个分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圆圈,我分一半的话,它是二分之一 我分成四分,然后这是四分之一 然后在这一边呢,我们有分数的话呢 上面是它的分值,下面是它的分母 然后在这两个二分之一跟四分之一里面呢 它的分值是一样的 然后当它分值一样的时候呢 它的分母越大,它的数值又越小 所以二分之一是大过四分之一 OK,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一下一个蛋糕你切成一半 然后你拿一半跟你切成四分拿一份 这样肯定是你切一半的,你拿到的比较多啊 OK,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说它的分值一样 它的分母一样,这一个都是切成了四分 然后这个四分里面拿一份,这个是四分之一 这个是四分里面拿三份 所以这个是四分之三 然后四分之一跟四分之三的时候呢 肯定是它的那个分值越大 然后它的数值就越大 然后在这一边呢,你就想像我的蛋糕我切成四分 我只拿一份,跟我切成四分,我拿三份 肯定是切成四分拿三份的是比较大的 然后接着呢,我们在这一边 我有四分之三跟三分之二 它的分值一个是二,一个是三 然后分母是一个是三,一个是四 然后它的分母都不一样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先通分 我们知道三的那个乘法表里面呢 它就有三,六,九,十二 四的乘法表里面有四,八,十二 这两个的倍数里面一样的是十二 第一个一样的是十二 所以这一边我把它分母变成十二 我乘三变十二,这个我也乘三变十二 然后这个我再乘四,乘四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会变成十二分之 那个十二分之 来,我给我看十二分之九 OK,十二分之九 然后这个呢,它就会变成十二分之八 OK,所以在这一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的这一个,你看它的分母一样了 它的分母都是十二了 所以分成十二分里面拿了九分 拿了八分 所以这一个就是会比较大 所以当它的分子跟分母都不一样的时候 你必须通分,再来比较 你通分之后,它就变成第二个情况 就是它分母一样 然后分子越大,它数值越大 然后这一个是分子一样 分母越大,数值越小 OK,就分母越小 它数值越大 这样,OK 所以我们有三种情况 来比较分数的大小 OK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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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